一星期一本书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讲的是杨女士因为出生农村 家庭贫困 从小渴望着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 最终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某所知名高校 并成为了一名博士生 不久 她在学校结识了同样是博士生的张先生 张先生跟杨女士一样 也是一位寒门学子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相似的求学经历 让两个人惺惺相惜 就这样两个人很快相知相恋 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丈夫张先生对杨女士特别的体贴 本来这段婚姻应该是很美好的 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 打破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杨女士被查出 患上了肝癌 对于妻子生病 丈夫张先生一直都细心地照顾着 甚至还四处借钱 让妻子治病 看着丈夫对自己的不离不弃 杨女士心里很感动 就这样过了五年 杨女士的病情不但没有得到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而丈夫对她的态度 也早就发生了180度转变 她开始消失不见踪影 但每个月会给杨女士 寄两三千块钱的医疗费 到了这两年 连两三千块钱的医药费也不寄了 根据杨女士讲述 张先生现在一所高校 担任副教授一职 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他却对生病的自己 视若无睹 甚至还诅咒他快点去死 昔日温柔体贴的老公 如今却如此诅咒自己 这让杨女士很崩溃心痛 后来记者采访到张先生 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 冷漠无情的人 妻子生病之初 他也尽心照顾了 之所以想要分开 是因为过年的时候 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 年初一母亲喊妻子吃饭 妻子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不想吃 随后母亲便唠叨了他几句 没想到妻子便突然大发雷霆 不管不过回了娘家 在他们老家有一个习俗 年初一回娘家会遭人笑话 而妻子这样的举动 无疑让自己没有面子 而且不尊重自己的家人 夫妻俩人因为这件事 发生了冲突 随后张先生便拨通了岳父的电话 向岳父说自己要离婚 关于治疗费用的问题 张先生更是表示 自己在这方面 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妻子 结婚六年时间里 借二连三的 给了杨女士二十多万生活补贴 两年前决定离婚 才没有再给钱而已 面对丈夫的说辞 杨女士并不认同 她认为 丈夫所说的二十万元 其中包含这些年来 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开支 丈夫实际给到的治疗费用 只有四万多块钱 而且这五年来 治疗已经花费了三十多万 而这三十万治疗费用 全都是父母和哥哥 辛苦打工支持的 对于年初一 跑回娘家这件事情 杨女士解释 自己当时身体十分不舒服 想躺床上休息 但是婆婆却一直不停地 对自己叙叙叨叨 所以怒气上头 一时冲动 回了娘家 这件事情并不是 两个人要离婚的 主要原因 丈夫其实就是看着自己 身患癌症 不想太过耗钱 找到离婚借口罢了 杨女士身患肝癌 已经中晚期 需要患肝 但是患肝要八十万 而此时的丈夫 却哀求杨女士放过自己 张先生对自己之前 发送恶毒信息这个行为 做出道歉 并解释 自己是一时昏了头 冲动说出口的 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自己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 一直都想要抱孙子 而自己如今也四十多岁 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和一个孩子 而杨女士的病情 有太多的不确定 她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面对丈夫决绝的态度 杨女士伤心欲绝 她始终认定 丈夫就是那个救活自己的人 她希望丈夫能够勇敢地 承担起责任 对自己负责 但是不论怎么劝说 张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杨女士彻底心灰意冷 最后答应离婚 而离婚的条件是 张先生要帮自己 还清全部的债务 治疗费 以及信用卡账单 加起来一共五十万元 张先生表示 自己最多只能承担三十万的债务 直到最后 夫妻俩人都没有协商成功 要走司法程序 来解决这件事情 看完这个故事 心情很复杂 这已经不能用 是非对错来判断了 只能说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在这对博士夫妻身上 没有谁更高尚 也没有谁更恶劣 只有赤裸裸的人性 对于博士老公而言 当初娶了一个 同为博士的老婆 强强联合 她是很满意的 所以对老婆很好 这就给了女方一个错觉 老公特别爱我 我特别幸福 后来老婆得了癌症 以现在的医学条件而言 很多癌症 也不乏治愈的案例 所以她积极照顾老婆 想治好她 继续以前的幸福生活 对很多男人而言 老婆刚开始生病 都不会放弃 第一 她不了解 这个病情的严重性 不可能 今天听到老婆生病 明天就把老婆甩了 再冷血的男人 估计也得有个过程 第二 毕竟和老婆结婚多年 一起生活中 会有些感情存在 刚开始肯定是想治好老婆的 这是人之常情 第三 也有权衡利弊在其中 男人娶老婆没那么容易 娶一个博士老婆 更没有那么容易 从男人结婚后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 他对自己的婚姻和老婆 都是挺满意的 如果不是出了这个人生变故 相信他很愿意 和老婆好好过日子 以后再要一个宝宝 组成幸福的一家三口 但是渐渐的 他对肝癌的认知 越来越清楚 经济压力越来越明显 他就开始权衡了 老婆已经肝癌中晚期了 他治愈的可能性还有多少 如果治不好 那我到了最后 不是人才两空吗 假如他治个十年八年 才挂的话 我钱也没了 年纪也大了 我未来的人生怎么办呢 我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不能让他拖累我一辈子呀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消失 以及诅咒 他希望老婆赶紧去死的那种话 既是矛盾中的冲口而出 也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你现在死了 我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要么你就赶紧和我离婚 虽然看着凉薄 却是最真实的表现 但对于女方而言 老公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父母和哥哥 虽然一直没有放弃他 但毕竟能力有限 收入有限 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 但老公是高知 他如果愿意全力以赴 自己就有活命的希望 对一个溺水的人而言 哪怕是一根稻草 也是救命的希望 又怎肯轻易松手呢 而且他有博士学历 见识和能力都是有的 分析和判断能力也不缺 他老公为了哄他离婚 说离婚后会尽力帮助他 甚至把他接到老家那里去照顾 他就很清醒 现在没离婚 他都这样对我了 真的离了婚 怎么可能接我去他老家照顾 而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照顾呢 所以他根本不信 婚姻是他和老公最后的牵扯 尤其是他们还没有孩子 退一万步讲 当一个男人放弃你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和他离婚 都没有用 因为他心里已经放弃你了 你做什么事情都没用 我经常劝女人要注重自己 要对自己好一点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从概率上而言 女人一定比男人重情 老公生病 十个女人里 大概有八个都愿意同舟共计 只有两个可能会放弃 老婆生病 十个男人里 能有两个不离不弃 就算很乐观了 包括孩子生病也是 大多都是男人比女人放弃得更早 因为男女对待感情本身就有区别 在博士夫妻的故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 血缘关系往往比感情更可靠 从前我是不太相信这些的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真的觉得血缘是一种最奇妙的存在 最后想和大家说 人生很短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切的根本 更要好好爱自己 如此 哪怕未来遇到任何风浪 你都会生出安慰 此生不负自己 而不是一边感慨岁月所生无几 一边回首前程往事 后悔不已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也欢迎你拉到文末 点击赞和再看 我是主播文倩 喜欢听我为你读书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 晚安 好吗 好吗